好 這個應該不知道是第幾隻 應該是第五隻吧 OK Anyway 有一天上班的時候 就是找到一些新聞 發現到 這個報導者的reporter 這個他們的新聞 有些會透過攝影 其實蠻多 蠻多 深度撰寫的文章 深度撰寫的文章以及有趣的照片 會去做 這一些報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蠻令我 訝異 在 現在數十文化中 有別於 一堆 超YouTube影片 或是隨便一個 新三社的新聞 比快比速度 這個年代下 能看到這一些 不一樣的新聞 深度的撰寫深度的報導 深度的報導 不一樣的圖片 不一樣的文章不一樣的內容 是值得 大家花 時間 花心力 去觀看 去閱讀 去支持的 那 我在這邊有 統整一些 那時候找到 蠻有趣的文章 也蠻有深度的文章 都在影片的留言下方 那 這一支影片就到這裡 完全 就是推薦大家 有一個媒體 他們叫做報導者 The Reporter 他們的文章 他們的照片 值得 推薦 在這裏 公司 第一支的 subjects 都會憂不適合 福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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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